这是骚扰短信吗 会说话吗 上个学没有 有没有家教 你说话可以尊重一点吗 就是给两人发短信嘛 你明白吗 知道我们俩之前什么事吗 姐你听我说完好吗 你戴个墨镜干嘛 不敢见人是吧 现在这个姐姐都闹到这个台上来了 你别跟我姐姐姐呢 现在这个姑娘都闹到这个节目上来了 亮亮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就劝亮亮过来 行了别再说了 你再装账不下去了 出来吧 不是女朋友吗 你再不出来还跟我走了 出来吧 你出来吧 不要出来 不是女朋友吗 不要让她出来 你不是女朋友吗 放开你手 拿开你手 爷子 你之前怎么样 那是我男朋友 没完了是吗 你之前跟你怎么样了 不是跟你女朋友吗 出来呀 多好办法吗 主持人是我 不要这样好吗 那你出来呀 出来 找你 那个 主持人 主持人 可不可以不让她上来 我尊重她的意见 为什么不上来 我真尊重她的意见 我不想打扰她 她的意见 那就是不上来 你要让她不上来 她是假的 对 你很想保护她 是吗 我明白了 你今天就是故意请她过来羞辱我对吧 报仇是吧 对吧 她不上来那就是假的 那上来也未必是真的呀 当然上来我先看看 那个女生会不会来的 因为要谁去开门 我去 你去 对 我去开 我女朋友当然我去开了 她肯定是假的 我去开 到底谁去 我去 你去还是合适的 去吧 过去 好 你让她看 不能过去 松开 你松开才是 你放开 你放开 你谁呀 撒开 干嘛 你撒开手 我今天就站在你面前了 不是在你 别跟我远了 行方姑娘 你也不想 你赶紧正经干点事吧 别跟我这儿找过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们俩过来 现在就是 我们要重新在一起 是你帮我尊重点才好 我现在很不良好吗 你上来就是 我本来还是 你不知道什么情况 因为我觉得 你对亮亮还有感情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现在回来 我就告诉亮亮 我现在已经变了 我不是之前的我了 你哪里变了 我拿了一些楼子 要跟你说嘛 为什么上来 主人你觉得我 还能在下面待下去吗 老师 你现在为什么 还脱了墨镜上来呢 我们是光临正大的 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用什么演示 你了解亮亮以前 跟她之间的故事吗 我知道 你什么感觉 你作为 你也作为一个女人 她是她 我是我 我不会乱评价别人 但是我不会这样对亮亮 我和亮亮是真心相爱的 有教养 不评价别人 你们领想现在是什么关系 到了什么地步了 要结婚了 对 我们迟早会走到那一步 我相信 好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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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